大家好,我是玉匠 眼前这一大片地呢,是山口家的水稻田 白菜,萝卜 看我这个小菜长得 我跟山口结婚以前呢,他就种的大米 他有自己的工作,不是专业种地的 为什么他自己一个人又上班,又利用业余时间种大米呢 他就是想代替他爸和他妈,把这个大米继续种下去 其实他种点大米,真的是不挣钱 你除去那个买大米的那个水稻苗 还要用一点点化肥,还要用点农药 有时候上班忙,管理的不好 这个大米就几乎不挣钱 哎呀,梁,我这个肚冻累了,我得拔点菜吧 也不能拔,你用这个肚冻呢 放这儿,这个肚冻自己 这个肚冻得要帮我吼草哈 天哪腔,你得帮我吼草啊 天哪腔,啊,你得帮我妈妈吼草啊 真好玩啊 我们这里也有一些鸡菜 这有些鸡菜,开花了 不能吼我的鸡菜哈 听不听听啊,这样 哎呀,我这个肚冻,我就吼个菜 装个菜来的功夫,我的肚冻 我这肚冻跑哪儿去了,我这肚冻呀 跟山口结婚以后呢,我们俩就一起种大米 有时候吧,都上班忙 白天没有时间,我们就利用周六周天 或者是下班以后 天长的时候,我们就在地里边多干一会儿 基本上都得干到八点钟左右吧 八点半我们才到家 才开始做晚饭吃 基本上我们家晚饭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 我们才吃晚饭 有时候也挺心疼山口的 这么十年都是自己一个人 也没有人帮个忙 也许就是这里的人情淡泊 还是家庭教育问题 其实他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身边 但是没有一个人帮他 哎呀,我的妈呀,要命了,真要命了 真要命了 过来 你喜欢面肠大胃 哈哈哈哈,早上来吧 哈哈哈哈,早上来吧 哎呀,早上来,我们都看 看这个人 哎呀,真要命了 哎呀,我的妈呀,啥也干不了,啥也干不成 我说我说你俩都在这里吧 她没有人帮过来 媽呀,不过来 爸爸下来 爸爸在小 ten 有一次我们俩刨地种菜 一下挖出了好多大米 我说为什么在地里边有大米 山口说因为前几年 他上班忙 下班之后就输了大米 因为太晚了 没法去卖给大米工厂 就放在袋子里边 捂了一晚上 都捂坏了 没办法 全都倒在地里边当肥料吧 你说这个山口脑子也不转弯 你说你晚上你收的大米 你没有地方晾 你可以把它倒在院子里边晒着 是不是 就那样70袋大米 一年的心血全浪费了 这是谁家的小闺女 不听话 真调皮 你看看躲错了 血也脏了 你看看 脏死了脏死了 真脏死了这小闺女 后来我说可以把大米 晒在院子里边 特别是我们自己吃的那一部分 放在院里边 院子里边晒干它 山口才恍然大悟 可以在院子里边晒 这是爸小时候学到的知识用上了 因为我们老家就是农村的 小时候爸妈就种的麦子 麦子收毁了以后 就在路边啊 或者是我们在那个平台上晒嘛 哎 反正是跟山口结婚以后呢 我们俩就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也努力的去忘记以前不美好的 努力生活 山口也慢慢变得开朗了 还会开玩笑了 被我带偏了 跑沟里边去了 这是去年的种子 自己钓了 自己切了个萝卜 哎呀对吗 我听不懂 这小萝卜 这小萝卜 这小萝卜长得不错 哎呀这是我冻的小白菜 带小葱 这是大蒜 还种了个土豆 那是土豆 这里前一段时间下八月份下雨 把我们家这冲垮了 就是因为上边这个地方 路上这个水沟堵了 水沟里边全是树叶树枝堵了 水都流到这个路上去 然后从这上边流下来了 然后把我们家这个地给冲垮了 这一块政府到时候能帮我们修起来吧 把冲垮这块给我们修一修的 这里是政府给修的这么一个水泥的槽 把水泥槽挡着 防止那边水沟的水满上来 然后把水都流到我们家的大米地 我们家那个地方就是 因为这个水沟的水满了 流下去了 把我们的那个地包给冲垮了 那一块到时候以后政府帮我们修一修 这块是政府修的 八月份开始修的这块东西 没干啥 有点有菜呀 不给了 不给了 抓抓了 我准备了 Skong 那人家叫阿拉伯 Skong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我看见爸爸爸爸 爸爸回来了 哎呀親親爸爸呀親親爸爸 親親爸爸吧 真心換真心吧反正是跟山口結婚 以後我就一心一意的 好好跟他生活 山口也把保險的受益人 改成了我 是不是有人好說 我又為了山口的遺產 以前受益人寫的是他大兒子 嗯結婚以後就改成我的名字了 其實大米也是 我還跟他說我說你不送點給你兒子嗎 但是山口什麼也沒說 我說那你可別以為是我不讓給 或怎麼的我怕別人誤會 可能山口心裡邊也挺失望的吧 真棒 哈雞拿醬真棒 真棒 哈雞拿醬真棒 真棒 哈雞拿醬真棒 真棒 快點吃飯哈雞拿醬 雞拿醬也吃飯哈 哈雞拿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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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也很好看 但是野菜也較硬 油鍊面有一點 小油鍋 滿滿減少於油鍋 還在做的 還在搅長 但是 要爛煞去吃嗎 快了 哈雞拿醬 好嗎